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敬钱的人可以在他们的行为中展示出来 他们说的话 做的事及他们如何过生活都可以展现他们敬钱的态度 什么是敬钱的人 怎么做才能成为敬钱的人呢 实际上对我来说 这个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 多年来发生了变化 在我成长及更年轻的时候 这个概念会简单 教会的牧师是一个敬钱的人 总是在教堂看到的是敬钱的人 那些在教会里担任长老或理事的是敬钱的人 每次饭钱祷告的人 甚至是主日学老师 我都把他们归类为敬钱的人 当然 我现在的想法与我当时的想法有明显的不同 现在我意识到许多教会长老也会有不当行为 有些传道者将他们的会众视为一群无知的人 有些牧师是优秀的神学家 但不是很有同情心的人 有些传道人显然根本就不应该被案例 因为他们出于错误的原因从事传道工作 有的活跃在教会里的人 也同时在暗地里背叛 撒谎 说闲话 甚至有相当多圣经知识很多的人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敬钱的人 在当今的社会 敬钱的人被认为是奇怪的 因为今天的文化不鼓励圣洁的生活 好了 那么什么是敬钱的人呢 怎么做才能成为敬钱的人呢 今天我不是要给你一个该做和不该做的清单 或如何成为敬钱的人的十个步骤 但我要和你分享 敬钱的人避免的一些世俗及罪恶的习惯 让我们看看他们会避免做的其中三件事 第一 自私 人们生活中最普遍的问题就是自私 婚姻中其中一个最常见的问题就是自私 我的感觉排第一位 我的感觉最重要 我优先考虑自己的感觉或欲望 我的享乐最重要 我要自我保护 事实是 自私是所有罪恶的根源 自私是我们所有问题的根源 所有的罪恶源于自私 所有的罪恶源于你选择屈服于你的欲望 在那一刻你觉得这么做能够满足你 这也可以称为自我主义 这是一种完全自然的倾向 深深植根于所有人的心中 所有的自我主义都是人们过度自负 或过度专注在自己身上 作为基督徒 我们不应该被我们的人性倾向所困 自私导致犯罪 你难道没有看到这世界是如何往后退吗 你看 人们越来越自私 我有权这样做 我有权那样做 这是我自己的身体 我有权主宰 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优先考虑自己 这是一个悲惨的生活方式 自私会孤立你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自私的人 围绕在爱他们的人当中 人们能够忍受你的自私 只有一段时间 敬虔的人不会自私 他们避免自私 因为自私会把他们带入最终 让我举几个实际的例子 自私把你置于一切的中心 让你相信只有你的感受和欲望才重要 以婚男人或女人会陷入通奸 是因为自私 他们的欲望和诱惑 比上帝的话语更重要 通奸是自私的行为 他们的欲望比家庭的和谐更重要 我们生活在一个父母更爱自己 胜于爱孩子的时代 我鼓励你不要陷入爱自己的漩涡中 而要爱上你的孩子 爱上你的家人 把家人的利益置于罪恶的欲望之上 另外一个例子 为了使他们变得富有 或为了获得某些东西 甚至为了报复 有一些自私的人参与了诸如巫术或邪术之类的事情中 无私是敬虔人的最棒的品质之一 这是因为人类的救赎始于无私的基础 基督是无私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为了救赎人类而献出了生命 上帝是无私牺牲的 因此每个上帝的子民都应该是无私的 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上帝的爱是如此无私 以至于他为拯救人类 而牺牲了他唯一的儿子 如果敬虔意味着与上帝表现出相同的品格 那么在上帝身上 你是找不到自私的 上帝真正的孩子 可以为了他人的好处 可以为了讨上帝喜悦 而放弃自己的享乐与罪恶 如果你发现一个不照顾妻子和孩子的丈夫 不管他在教会中的地位如何 都不敬虔 圣经告诉我们 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 人若不看顾亲属 就是背了真道 比不信的人还不好 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 敬虔的男人或女人将上帝放在首位 敬虔的男人或女人 把顺服上帝的话语放在首位 敬虔的男人或女人背起他们的十字架 一个敬虔的人过着无私的生活 令我惊讶的是圣经说 自私与末日的迹象有关 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至两节 你该知道 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 他爱钱财 自夸 狂傲 傍读 违背父母 忘恩负义 心不圣洁 你可以在我们这一代的生活中看到 我们看到社交媒体里许多人都如此自恋 专顾自己的人做事 经常是为了他们最大的舒适和利益 他们不会为了上帝的事牺牲自己的享乐 他们宁愿选择这个世界的快乐 也不愿忍受当代的轻微苦难 以继承等待我们的永恒荣耀 自私引导人们犯罪 没有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可以取悦上帝 但一个敬钱的人会承担别人的负担 他们可以为主内的兄弟姐妹忍受不变 第二 说谎 敬钱的人避免的第二件事是说谎 说谎是如此容易犯的罪 你不用付出什么努力就可以轻易犯上这种罪 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说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你们父的私欲 你们偏要行 他从起初是杀人的 不守真理 因他心里没有真理 他说谎是出于自己 因他本来是说谎的 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我想我们都同意这样一个事实 即敬钱的人不会与撒旦共享相同的属性 而是拥有或希望拥有和上帝一样的品格 耶稣将法利赛人称为魔鬼之子 并说到他们有魔鬼的特征 魔鬼从一开始就是杀人犯和说谎者 让我们追溯到魔鬼对亚当和夏娃的撒谎 创世纪三章四到五节 蛇对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上帝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告诉亚当 如果他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他会死 但魔鬼撒谎说他不会死 魔鬼撒谎 致使亚当和夏娃进入灵性死亡 请思考一下 敬钱的人能够继续生活在导致人类堕落的谎言中吗 如果说谎是你习惯的事 那你不能说你是敬钱的人 敬钱的人避免说谎 他们避免过这种充满谎言的生活 他们避免过着双重生活 虔诚的人过着正直的生活 你不能过着不正直的生活 没有诚信的生活 然后声称自己是敬钱的人 即使在你的工作场所中 你也必须被认定为一个诚信的人 撒谎的人等同把自己成为了魔鬼的孩子 没有一个敬钱的人会表现出 这种为神所憎恶的品格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上帝恨恶并会亲自惩罚撒谎的舌头 许多人认为说谎是微不足道的罪 但事实并非如此 一个撒谎的舌头能够杀死一个人 能够毁掉一个人的生活 一个敬钱的人将会避免说谎 因为说谎就是等同把自己变成魔鬼的孩子 第三 卑鄙刻薄 敬钱的人要避免的第三件事是卑鄙刻薄 卑鄙刻薄包括了对他人冷酷无情 刻意地造成伤害或行事为人 不考虑到他人 敬钱的人不是卑鄙刻薄的人 而是善良 有爱心和富有同情心的人 你会惊讶于有这么多基督徒 没有同情心 没有善良的心 没有关心 只有刻薄 刻薄 卑鄙 卑鄙 教会应该是成为最善良的人聚集的地方 我们应该要彼此相爱 帮助别人摆脱困境 敬钱的人不会有这些品格 他们是有爱心与怜悯之心的人 敬钱的人不自私 他们愿意帮助他人摆脱困境 敬钱的人不说人闲话 敬钱的人不像响尾蛇般狡猾 敬钱的人拥有圣灵的果子 反映了良善 关爱与顾及他人 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富 耶稣说 我们应该成为世界的光 这样人们才能看到我们的好行为 并荣耀我们在天上的富 一个敬钱的人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好行为 一个敬钱的人通过他们的行为和与周围人的关系 带给上帝荣耀 敬钱的人不会自以为是或试图声称自己比别人更重要 他们是谦卑的人 虽然他们不妥协对上帝的信心 但他们像基督一样 欢迎他人及和善待人 耶稣与政客和税收官交往 甚至在不受他们生活方式的影响下 拯救了一些人 敬钱的人不会因为对上帝的知识而看清他人 不会只是表现宗教的行为 就像法利塞人一样 亲爱的朋友 让我们在这充满罪恶与诱惑的世界 致力于做个敬钱生活的人 这里是装备生命 诸与你同在